華僑如何回海南購房?華僑子女如何上學? 怎麼保護華僑投資創業權益? 海南省僑辦3月19日在海口舉辦 《海南省華僑權益保護條例》宣傳貫車座談會 對華僑回窮發展關心的問題進行解答 根據條例 華僑回國創業、就業符合海南省人才引進條件的 按照有關規定給予相應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鼓勵和支持華僑以個人、企業或者其他經濟組織的名義 在海南投資創業 條例還分別對華僑購買房產、農村宅基地使用、 土地承包經營權、不動產徵收補償等問題做出了保護規定 條例上規定了就是華僑購房 按照國家和海南省的有關規定來購房 那麼下一步呢 條例今年1月1號開始實施以後呢 那麼我們政府的比如說住建部門 就要對華僑購房的問題做進一步的細化的機制 就是頒布相關的規範性文件來解決這個華僑的共訪問題 因為這是華僑回鄉創業的一個基礎 子女教育也是回國參與家鄉建設的海外華僑關注的重點 那麼對華僑的子女教育問題也是在條例當中按照平等的原則 比如說華僑的子女她可以在她的省內監護人住所地 來跟我們當地的居民的子女一樣享受有教育 當天不少僑胞前來做談會取經 在對政策進一步了解之後 大家感受到自身合法權益受到更全面的保護 為之點贊 此外 海南省赴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定居人員 在海南的合法權益保護 可以參照適用該條例